回到直播室 最後一節 現在十一點 我做慣電台 沒有新聞報 沒有天氣報 明天你做些天氣給我報 郭達銘 如果你要報 你要報溫哥華 扭入多倫多 全世界有天氣 這個星期日 四點半鐘 陶君行 九龍東 有個造勢大會 希望各位支持者 四點半鐘 去到餘民坊 觀塘餘民坊 那裏是一個重建區 這個事件局已經決定在這裏重建 搞了很多年 我也試過去開那次居民大會 希望各位MyRadio的聽眾 各位社民連支持者 在這個星期日 即20號 希望大家可以去餘民坊 撐土 好 我們社民連 幾個其他核心成員 都會去延長撐土 在這個 20號星期日 四點半鐘 在觀塘愚民坊 那裏大家應該都很熟 坐小巴 巴士 地鐵 全部都可以到的 四點半鐘 四點鐘去到 早一點點去 這就是涂君行的造勢大會 社民連涂君行 九龍東的造勢大會 大舊是8月3日 大舊是成一的 我們一定要去支持 其實我們的候選人 陸續都會宣佈參選 那些造勢大會 又會陸續出的 因為當有些人報名十九號開始 所有的傳媒 都要 Ego time fair play 不可以跪邊 當然隱藏媒介 就不受這個限制 這個限制 對電子媒介 就會比較 所以之前都有人偷報 譬如現在商台 又訪問余若美 黨魁 可俊仁 自後黨主席 不會訪問你的 不會訪問我們的 獨口獨鼻 你和商台很有軒然 所以這些又是親所有別 這些是甚麼公正傳 你知不知 我過去那兩年 在英文台接受訪問 是比中文台多了十倍 真是大鑊 你想想 我是一個講廣東話為主的議員 新界線在一個很貧窮的地區 英文台又沒有人聽 英文台訪問比中文台多十倍 你知道嗎 香港的英文台很大鑊 香港的英文台 你過去都是撩比一格 他真的不是當成一個 你明白嗎 你譬如說 使用英語的人 他未必會看你英文台 所以英文台是廢的 證明那個中文台 真是親所有別 無所謂的 他自己賤而已 他自己沒有公信力而已 老實說 你李慧寧那些 哪敢面對我們 他憑什麼 他怎麼會面對到我們 他假裝在那裡疾 我們上次疾了肚 是吧 他經常跟人尾 在那裡疾了肚 你試試他疾我 我跟民主黨 你試試疾我 是不是 你未夠班 是吧 真是未夠班 只要自己丟架 所以他不敢為我 我告訴你 我那天跟民主黨那些 隔為元老級的那些聊天 我說如果我幫金賴威選舉 電台那些這樣疾 你們民主黨的人應該空群出來 剷他的電台 有什麼理由 你黨推選的一個候選人 可以被電台踩到 變成屎餅 你黨沒有任何人去那個電台抗議 和這個人在電台裡面 大家辯論 沒有的 沒有的 死狗的怕了他 哇你有沒有搞錯 金賴威被他打到屎餅 是吧 就是 一些反應都沒有 何俊仁沒有反應 民主黨沒有反應 金賴威沒有反應 他怕了他 你這幫做大哥的做什麼大哥 你現在自己的黨 經過這個機制 推選了一個人出來 是代表你的黨的 他們可能都沒有 可以被報紙和電台輪流 這個 造質 有輪 這個簡直是踐踏 輪暴 強姦 輪姦 完全沒有任何的 真是 給肥佬黎和李維寧輪姦 然後就死死氣 代了二十萬 還接受人的捐款 哇 我簡直是 我簡直是 沒有眼睛 我簡直是 我跟民主黨的人在聊天 我自己簡直是扯火 我有沒有搞錯 他們當沒件事 所以我上次說得對 民主黨的存在就是 為現任的議員存在 你不是現任的議員 你有什麼事呢 他完全不理你 你沒有通樣有關 沒有這種通樣有關 你搞什麼 是不是 好像打算看著他死 你沒有通樣有關 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盧永樂和我們反面收場 但是盧永樂去參選的時候 我們全力支持他 毛孟靜在那天初選辯論的時候 寫了一篇文章 罵盧永樂 甚至說他是無間道 甚至說 現在這一場就是 你說上一次補選 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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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寫了一篇文章 他張曼玉和公雪花船 我火都來買去照顧他 記得嗎 朋友都沒得做 我認識他幾十年 明白嗎 就是為了你羅永樂 但是當然 結果就是養狼狗 咬Spring Pocket 這個就是後話 沒有所謂 是的 我們這些英文 水平很高 養狼狗 咬Spring Pocket 我們講朝人朝語 當然要這樣 今天陳文才寫一篇 解釋這個字 講粵語 你明白嗎 今天有些學生 來這個立法會 講教育問題 講這個副學士 用了一句 潮了我們第一次聽 沒有銀用 即是沒有錢用 沒有銀用 沒有銀用 挺好用的 沒有銀用 即是唐印、含印 這些 你現在認識的嗎 可以認識的 你不說 大舊這輪 大舊這輪 換了個闊邊眼鏡 眼前一兩個個 間時他的光頭 是不好看的 你明白嗎 尤其是他出少少頭髮的光頭 就出那些白毛 有個人很老的 現在他看得光一光 然後戴個闊邊眼鏡 就極之有型的 你看他昨天在立法會那裡 今天報紙燈他的樣子 有些人問我 為什麼年輕了這麼多 所以這些包座很重要 那些人問我 今天就像黑社會 哈哈 那些五十歲的女人 就不喜歡你這個 五十歲以上的女人 就不喜歡你這個 十八歲的那些喜歡 可能二十多的那些喜歡 哎呀 就是告訴嫂子小心一點 五十歲的那些 就不喜歡的 五十歲以上的那些 就覺得你的樣子太過 就是 沒有以前那麼順良 大舊從來都沒有順良過 你看到你這樣 有什麼事順良過 用肉 就很容易火遮眼 對不對 大舊最順良的時候 就對著老婆 對著兩個女兒 告訴你 就是最順良 在外面 那些是私隱 哈哈哈哈 多熟 我看到你老婆都很順良 我對我老婆順良 就逼迫的 大哥 她養我 大哥 我吃軟飯 咬腦丸 你明白嗎 沒辦法 講開又講 今天我看到報紙 看到一個廣告 我為人民不要餘膚 劉夢熊 很震撼 這個真是 如果大家今天沒有看這個廣告 我去 其實新聞都有登 新聞有登 不過大家就覺得不太起眼 結果劉夢熊 這個就是全國政業偉嚴 也是香港的金融界人士 他就很愛國 他由於愛國 其實有捐過幾十萬 就被阿虹補掉 這個就必須要講 應該要高度讚揚 當然有些人很不喜歡他的 鄭兢翰很不喜歡他的 因為他領會上市的時候 因為他是金融界人士 他當然是力主領會上市 甚至炒股票 他就動大班 登廣告一板一板動大班 叫阿大班 就是鄭大姦 就是這個人 你明白嗎 他用一段時間的背景 告訴大家 他和尖培中 都是一路的 在這個問題上 但在這件事上 他今天登這個廣告 我可以直接說一下 全版 《東方日報》全版 那個廣告的內容 其實都可以讀一下 很簡單 他說美國兩家巨毛靶 抵押機構 防利美和防地美 崩盤 人